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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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Serena的厨房 今天想要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甜点做法 奶油 玉米粒 只需要四种材料 这次我会分享比较重糖的比例 大家可以自己着劲减少哦 我直接使用了本身就带有一定甜味的罐头玉米 如果用新鲜玉米 又要使用脆脆甜甜的甜玉米 这里想说明一下 虽然玉米本身就带有甜味了 但加入砂糖能更快炒出焦糖化的口味和香气 焦糖化之后微微的一点苦 会让玉米的甜味吃起来更有层次感 不容易腻 因为使用的是黄油 要小火才不容易焦掉哦 稍稍让黄油融化 开始冒小泡泡的时候就可以加入玉米粒啦 使用罐头玉米粒会有一点点汁水 在炒制的过程中会吸收掉 所以不用担心 基本看不见多余的黄油和汁水 就可以加入砂糖啦 继续翻炒直到砂糖融化 玉米粒会慢慢开始有一点点黏度 就像轻微的拔丝效果 这时候千万不要用大火 不然很容易变黑变焦 闻到一点点焦糖香就可以加入淡奶油啦 再次翻炒均匀 直到看不见多余的液体就完成啦 找一个美美的盘子 趁热乎乎的时候盛起来享用吧 还可以在顶部装饰上一点点打发的奶油 一份满满奶香的奶油玉米粒甜点就做好啦 超级简单方便 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在料理 甜甜脆脆的奶油玉米粒 很适合搭配咸口的烧烤或者火锅 作为收尾 虽然卡路里很高 但偶尔还是要用美味养飞和满足一下自己呀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